大家好,YES國際拆局 真的太多局要拆了 不拆不行 我們就看到耶倫 在5月11日去到日本 包括美國在內的七國集團 G7 對中國以經濟脅迫的方式 對待別國的做法感到關切 經濟脅迫 不是吧 而且考慮如何對這個進行反制 當耶倫在會議上表示 美國在長時間以來 一直考慮美國對中國的投資 實施進一步 目標更加狹窄 目標更加精準 對七國集團的盟友 持續進行磋商 美國政府內部已經對此進行一段 長時間的討論 但仍未有最終的方案 作出決定 華盛頓希望和盟友 和夥伴認真討論 這件事 而且認為理念相同的國家之間的協調行動 是最為有效的 亦都是最為有用 路透社說 在七國集團的財政會議上 中國始終是與會者思考 和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 即是對於中國 這一個問題 為G7你要談 談自己國內的經濟 或談你火部之間的經濟 又將中國拉下水 今次的輪候主席國 我們大家知道是日本 現在七國集團 正在自力將供應鏈多樣化 而且減少對世界大地的經濟體 中國的嚴重依賴 中國也是美債的第二大海外持有國 現在我們看到美國國會議員 用國家安全和供應鏈安全等方面的關節為理由 一直在推動拜登政府 對美國公司和個人在別國 特別是中國所作的投資加以監控 國會議員他們特別敦促 拜登就發佈行政命令 說你再這樣玩下去 沙利文和我們王毅主 不用談的了 對呀 對呀 喂 你做好做醜 你都會說 收一下把口 現在是你 究竟現在誰有危機 是不是中國有危機 沒有 是你國家有危機 你還要是 嘩 那個傲慢態度 擺在上面 喂 我有危機 你們要出手幫我 我已經早前 打了我的兄弟的錢 我現在是打不到中國 我不服氣 好像講到 是不是 玩到要這樣 但是 你現在是你 地友 面向一個 很重大的危機 可能是滅國的危機 我比較壞 這麼說 是不是 喂 你再做這麼傲慢的態度 不懂得低少少 降低少少的 自己的尊嚴 不要你求了 中國不是要你 在眾人面前 跪下 醜態 因為我們多方面 都不是要 下他的面子 我們說 我們經常都是 只是展示了 我們需要你們 我們這一套 就是要這樣 你不要踩我的紅線 這些就是我早 一年前 幾年前 擺了出來的東西 你現在 有空 把我們的紅線 推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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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這裡玩 而給自己做到 這麼大的危機之後 你現在要 我 賴我不得止 屈我們中國 不得止 還要說 現在還要是 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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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7面前 其他的兄弟面前 喂 我們一定要搞到 中國 沒有一口好吃 那樣的款 但是 你這個財政部門 在這裡 帶著自己的那些人 就說 喂 我們要給中國 沒有一口飯好吃 但是 你這邊的外交部 或者是你的國安部 那一邊 就很辛苦 才敲到門 在最後 這兩個星期之內 六月 臨到六月 那個債務危機 要敲定的時候 這麼辛苦 才是中國 開少少門 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這邊做些傷害 你另外一個部門 正在做的事情 那你們兩個 究竟有沒有溝通 知道對方正在做什麼 還是給別人的印象 就是大家各有各做 做得多少 做得多少 是不是 就是說 我就一邊去打中國 如果我幫忙 當好自己 我自己 我在幫你做事 國安部 打完中國 你又多了些籌碼 你去炸王毅主任 炸多些東西 但是中國 一早 如果你是 由這種態度 是永恆不變 就已經是 早些 如果你們肯遠下來 或者復遠的 都已經開了門 聊得好地地 現在你還是 一邊砂糖 一邊市 那你怎麼會有效果呢 你想達到的效果 會不會達到呢 我覺得 是不是做不到呢 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 有點思覺失調 應該去看看醫生 是整個政府都要這樣做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唉 覺得很無契 阿德偉sir 我記得有一首歌 頭暈去看醫生 醫生在食蕉 林子祥 是啊 醫生也發燒 沒錯 你們病 搞到那個醫生 都被你搞到病了 怕見你 沒錯 對不起 然後呢 我們最近看到 意大利 就 說了 沈蕭陳尚 要退出一帶一路 那 退出一帶一路 對於 梅諾黎 有沒有好處呢 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 想想 現在 西方媒體就一直在吹 因為他是知青成員國 所以 就說要退出 但是梅諾黎 就表示 未決定是否退出中國一帶一路 的倡議 正在檢視各國的選項 目前仍然開放討論 但是 他重新 他個人 不贊成 前總理 孔特政府 加入一帶一路 的決定 但是你不加入一帶一路 你想怎樣 現在 也看到 意大利 在2019年 簽署了一帶一路 的倡議備忘錄 是七國集團 唯一有參與 有關的倡議 國家 彭博社 做一段時間 就這樣說 梅諾黎 傾向退出倡議 並計劃 在七國集團 領導人峰會上高 宣布 有關的決定 那麼 我們的外交部分 人摩文斌 就表示 中國 和意大利 簽署共建 一帶一路 的合作文件以來 雙方在經貿 工業製造 清潔能源等 各領域合作 都取得封石的成果 應該進一步挖掘 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前力 加強各領域的互利合作 這個 跟梅諾黎 之前 就是參選之前 說他反對一帶一路 是 真的 他有說過的 老實實說 那麼現在 會不會對應這個承諾呢 如果對應這個承諾 我們看到 梅諾黎 好像欠很多債 對不對 意大利的國債的情況 如何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整個歐洲的環境 其實一點都不好 現在 我們也看到 意大利的債息 非常之高 對不對 有關梅諾黎的整個情況 我們就感覺到 他現在 就很大問題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因為老美叫他做 你沒有理由自己一個國家 不跟其他國家 站在一起 但是 大家看到 歐洲的班列 我們運送的貨物 真的非常多 你要不要加入一帶一路呢 你要不要有中歐的投資協定呢 這方面 大家想想 而且很值得大家 現在進行了一步的思考 那整個呢 就是 意大利的整個債市的危機 其實 我們看到 因為 經營不善 可以說 國家的開支也非常之大 你無限地舉債 你會影響到 你整個歐盟的體系 和G7的整個系統 是不是可以揹著呢 你說 舉債沒問題 大到不能倒 我就真的不信大到不能倒 好了 這一點我希望 大家想清楚 如果要玩東西的 你就繼續玩 講開又講 我最近看到的資料 就是 中國的 不是對每一個國家都貿易順差的 對一些資源國 是貿易易差 包括巴西 俄羅斯 甚至是歐洲 那為什麼歐洲這麼急 要和中國一起做生意呢 就是說 喂 如果我和你做生意 我亦都可以用本幣交易 那對大家都有利 那為什麼不做呢 巴西都是一樣 全世界都是 你中國有這麼多出產 那我起碼 我不用轉手 被人做中間商抽涌 是不是 那所以呢 所以這次耶倫 對不起 是不要緊 那其實這次耶倫 去到G7 我覺得 有一點就是說 喂 路了底了 麻煩你 你之前說你為中國 去到G7 見人講人話 見鬼講鬼話 有沒有人相信你 是嗎 是嗎 好啊 我就說回 他和一年前 拜登 推銷給G7 那一模一樣 那怎麼辦呢 拜登就說 喂 我如果 我是撩到俄羅斯 玩到俄羅斯面 撩到他 是出手去打烏克蘭 我們那個制裁一定行的 是吧 大家一起聯手 把俄羅斯在地球那裏抹走了 抹走了 好了 那他和 他就說 想就想得很美好 是不是 那個狀況 而G7 喂 你這麼多個國家 沒理由 他說的話 想都不想就覺得有道理 原來 我又想回我們平衡的空間去想 就是說 他們現在說到債務危機很緊張 哇 全球會出事的 哇 你們如果 不談得好 我們 共和黨和民主黨 大家不談得好 那個債務有多少上限 真是搞到全世界倒楣的 就拋了耶論 爆野這些 哇 很厲害的 那個JP Morgan的老闆 哇 你們如果 你們不好好地 把那個債務 談得好下來 哇 爆得棒棒的聲音 全球都好像很灰陰那樣 喂 一年前 拜登 拜登 銷售 是不是 北約那些人 喂 如果真是俄羅斯打烏蘭的時候 不是 不是 特別軍事行動 烏克蘭的時候 喂 真是我們可以 很快就搞定了俄羅斯 那時候 我們都會相信 啊 是呀 制裁俄羅斯不行 整個俄羅斯倒楣了 他們自己就越打越壞 喂 我很害怕啊 我現在是害怕啊 他們帶著風向說 債務一倒楣的時候 會影響了全球 會不會影響是這麼大啊 我要突然間停一停 想一想 喂 他們是不是造作了一些啊 是不是 我不其然有這個懷疑 所以 所以 所以中國會不會是 因為 他計算到這個位置 所以他淡定 不理會 你美國說什麼 你那些什麼官員說什麼 說到天花龍鳳 整個地球宇宙都好像 因為你的債務危機 所有其他 全世界一百幾十個國家 就是因為 拿了你的美債 拿著你的美元 就會死了在那裡呢 還是因為 如果我中國被你爆了 然後我至七首告訴全世界 我將會怎樣去處理 你美國這個爛灘 會不會再高漲一些呢 這個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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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提法 但不要想著我們要上檔才行的 哈哈哈哈 這個不可能的事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自己做回自己正常的事 我們完全沒有想著要打美國 但是呢 經過這幾年的疫情裡面 我們真的累積了很多的資本 美國對我們的了解 只是在外部的了解 在真正的中國內部 他們是完全不了解的 這三年的確是我們 對美國來說 你那三年做得了什麼啊 喂 我美國整五十年 我都是跟以前一樣 沒有一點變 鐵路都是這麼多 我的汽車的增長 沒有少少進步就算了 你中國哪能玩得到我們呢 哈哈 這個就是他的誤判了 這個誤判呢 開始復償之後 對美國是大喊一驚的 大家看到 上海的我們汽車展 國際汽車展 所有的外國人 我們氣稱為外國人 真的看到都呆了 不行啊 搞不行啊 為什麼我們追得這麼辛苦呢 是不是 唉 是啊 說到說 真是我想這次 這個拜登引路 他想把俄羅斯 靠著東礦 北約東礦 去消滅呢 都可在乎他真是 在97年 他還是一個資深議員 開始 他是一個民主黨 外交關係小組成員 他講過一次演講 不要忘記 那次演講就是 來了一個神預言 他 來自拜登出了一個神預言 他說 唉 俄羅斯人曾經跟他這樣說 如果北約繼續擴張 我們俄羅斯這一方面 就不得不投向中國 拜登聽完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喂 聽了俄羅斯人這樣警告之後 他 哈哈哈哈 當沒有事發生 還要馬上挖苦對方說 我祝你好運 拜登 我祝你俄羅斯好運 如果你轉投不了中國 不行的 那你們還可以轉投去 伊朗 哈哈哈哈 是不是大衛Sir 你馬上有反應 哈哈哈哈 哈哈 他的語言 不是就是哈哈哈哈 現在就是 他 根深蒂固地 以為自己好 的時候 這麼粗 在這個時候 將俄羅斯 中國 伊朗 串連了一起 將中間地球最中間的綠地板塊 放在一起 都是有多得 拜登 他的根深蒂固 他的傲慢 幫了 這個 布列宗司機 最害怕的事情 實現到 恭喜 恭喜 這個 這個 絕對是 還有 這次真的是策略錯誤 大家都看漏了眼 還有 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的工業 真的先進了很多 如果 美國 想只是 去用 意大利 還有 日本 韓國 英國 這些國家 藥雞國 去跟中國 去 去 怎麼說 去玩 我不可以說 對抗 這個 不是對抗這麼簡單 這個 大家看到 一起合作 沒有韓國 G7 有美國 日本 德國 法國 英國 意大利 加拿大 美國 都可算是資源國之外 其他國家都不是 你怎麼玩 真正的資源在哪裡 在非洲 在中國 或者在俄羅斯 你就拒絕其他資源國跟你一起玩 你又要自己去建工廠 又要去玩其他東西 無論對於德國 法國 對他們都是莫大的傷害 法國已經很明顯 是會做事的了 在馬克龍的大令之下 我想都會有一番新的氣象 德國就很武實 但是大家記得 這是紅綠燈的聯盟 紅黃綠 三色 哈哈 有時間玩 對於日本來說 更加不用說 一些資源都沒有 你說意大利不玩 好啊 你就嘗試一下不玩 你就去什麼 你可能你退出了 法國一個屈尾十就加入 或者德國又加入 你玩什麼 意大利不就很麻煩 沒下來 你千萬不要像你那樣的名字一樣 就沒下來 是不是 好了 我沒了 還沒什麼補充 補充 因為現在中國和資源國 構成一個板塊 構成一個內環的消費 中國和俄羅斯 原來可以互相合起來之後 一個做生產 一個做供應物資 原來令到這14億人口 加上1.4億俄羅斯 俄羅斯的1.4億俄羅斯人口 加上 原來內部的循環消費 是很大的幫助的 沒錯 原來人民生 是不會因為 你看到兩個地方的CPI 都沒有急性 剛剛推出了 中國好像是4月 是微升了0.1% 是嗎 在你當局那裏 10% 就是每次 什麼都是上些上些上到 雙位數的西方國家 我們中國仍然是很低的 俄羅斯 不會因為你們的制裁 西方的制裁 他們的CPI 都很舒服 物價是很舒服 你有什麼缺 沒有 就是因為 我們原來 這兩個大的經濟體系 和他們一個資源 一個製造 原來可以做到 可以保護到自己的 經濟不自動 受到很大的侵擾的時候 中東就是學 是嗎 中東就是 中國 咦 我們 我們給石油 你幫我去做基建 咦 我們大家的經濟又好 本身的內部經濟 又不用給老美欺負了 又不用給西方看西方的鼻息 好了 又輪到非洲 看一看 咦 隔離中東都好像混得很好 跟中國 一個傳一個 那些一帶一路 只會越來越好 就不會越來越下坡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的總結 沒錯 我覺得這一點可以大家靜觀其變 中國和整個 中亞中東的版圖 其實是關鍵的地方 整個大片大陸 美國只是整個大片大陸的周邊 隔離的地方 那他也是一片大陸 但是他南邊又不跟他玩 只有他整個北美洲 會跟他玩 那未來會是怎樣呢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YES姐 拜拜 感謝大家的支持 補充一下 訂閱留言 點讚 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各位 拜拜